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马前总统呢 很快在今天 在这个行程结束 明天结束交流回到台湾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 谁也到大陆了呢 这是法国从马克宏 5号到7号 到大陆来进行一个国事的访问 那么这也是他就任之后 第三度的访问了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4月5号抵达了北京 首先就发表了谈话 说中俄的紧密关系 使中国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跟中国的对话至关重要 不能只让俄罗斯 跟中国进行专属对话 那么欧洲贸易存在风险不平衡 但欧洲绝不能与中国脱钩 同时在这一回同行的 还有欧盟的主委会主席范德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4月6号要这个会见了 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 接受一次排开的大陆礼宾队 还有乐队最高规格的迎接 两个人在小管理台上 并监管理 画面上您也可以看到 现场礼宾队手上五星旗 法国国旗随风飘扬 张响了这双方的好交情 展开中法元首的双边会谈 在这一回我们可以看到 那同时在法国 访问团也是挺豪华的 这个部分 就马克宏这个部分 我们先请教纪大使 对马克宏这次去大陆 他已经筹划很久了 很早就宣布了 那我想他双边 大概已经该谈的都已经谈完了 去就是双分领袖 等于说是把它画一个句号 然后来对很多 做个总结 做个总结 然后呢对很多双方在 尤其在经济合作的部门 签的这些 切的这些契约 还有一个合作的这种议定书 或者协议 最后由双方来 来由双方的这个领导人 来见证之下签 我想马克宏应该是 会得到不少经济的利益 所以他这一团 事实上其实最主要就是 经济利益 双边关系 那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对欧洲的整个的这个策略 就是基本上还是争取 尽量不要跟欧洲脱钩 那么以跟欧洲的关系上 在政治上希望他们战略自主 然后呢走自己的路 然后经济上的话 强调中欧经济的强 这个这个中欧经济的重要性 那么事实上 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 就是就是欧盟 那么也超过美国 所以现在这个欧盟的 整个经济区啊 现在在俄乌战争以后 还有这个新冠以后 状况都不好 所以呢 明年 今年的话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照IMF的讲法 中国大陆是5.2% 5.2% 所以大概是世界经济 整个这个成长 三分之一的动能 那欧盟的经济区 可能成长率是零 所以他们必须要找一个 投资的 好的投资的地点 同时要有一个 有活力的市场 所以我想法国这一次 马克宏最主要 我想去的话 最主要就是希望 空巴能够接一些订单 对我们看到在这个豪华访团 南华早报报道 率领企业随团 包含了空中巴士集团 全球第二大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 阿尔斯通 还有艺术家拉丁制片人 希望能够寻求促进 跟大物的商业关系 那么当中这位也让大家 眼睛为之一亮 这位是大家也蛮熟悉的 女星巩利 跟她的法国音乐名家 她的先生 这个尚米歇尔雅尔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 那么在这边 这个合照也出来 当时拍到的 粉丝就说 这个姐夫很贴心 一个人拎着箱子往前走 姐姐独自美丽 这位就是艺人巩利 那么法媒也报导了 在这一回马克宏 试图协助法国高级的奢侈品 航空核能等等 新企业重返中国市场 能够改变中法贸易逆差 及去增长状况 路透社表示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巴 跟大陆谈判新一轮的飞机订单 这笔潜在交易 涉及了数十架的飞机 对 所以法国这次 可以说马克宏 应该是满载而归 尤其在法国本身 国内的经济 还有社会状况 蛮动荡的情况之下 最近有一些抗疫 最近因为他们把退休年龄 往后推 推到64岁 全法国就翻了 大家都反对退休年龄 推到这么后面 所以现在马克宏 这次去大陆 可能是就说 很难得在他目前的任期里面 能够得到这么多 这个经济的利多的 所以国际关系来讲的话 不是拳头就是什么 就是胡萝卜 就是甜头 那中国大陆 不会给法国拳头 可是可以给他很多甜头 给他很多胡萝卜 而且这一次 马克宏去是定位为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的话 就是会接受 在天安门面前 接受这个阅兵典礼 他下飞机的时候 也给他极高规格的待遇 那大家看到龚立 因为龚立在法国非常受欢迎 很奇怪 法国人很喜欢龚立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一次等于法国 带了很高的期望到北京 北京去见 那个马克宏见习近平 我想习近平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的整体的全球战略之下 会让马克宏 这个会很高兴的 得到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那现在国际关系上 就是说美中在争霸 大陆的目前整个外交状况 现在看到是伊朗副总统 穆赫贝尔这个表示说 总统莱希已经接受 沙特国王的邀请将访沙国 那么路透社报道 伊朗高层官员表示呢 这一项的协议是经过 中国促成的 两国外长同意 4月6号在北京会面 港媒南华早报也表示说 现在中澳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呢 中方也已经原则上邀请了澳洲总理 艾班尼斯访问北京 时间点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10月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外交部分 大陆最近真的是动作频频 对我想就是说伊朗跟沙奥地 两个都是资源大国 两个在这个原油跟天然气上面 都是世界排名前三的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 也非常重视这两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能源供应 很依赖这两个国家 那不过就是说 过去中东是美国的天下 那不过这一次中东的这个重要的两个敌对的国家 敌对的这个回教的教派的国家 能够握手言和 看起来都是中国大陆外交 穿梭外交的一个成果 那么像世界显示 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国际影响力 现在已经不是只在周边国家 直接跑到中东 距离相当远的国家 那这个这件事情 美国的媒体报道蛮多的 他们都认为就是说 这是对美国来的一大警讯 也是中国的影响力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 现在能够让沙吴地跟这个 这个伊朗两个国家 在北京进行重要的外交活动来讲的话 这个是非同寻常 你说要他们到华盛顿 过去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两国的外长 都跑到两次到中国大陆 去谈恰两国之间重要的事情 可见中国大陆在这个事情 涉入的非常的深 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对美国而言的话 是美国霸权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挑战者 那看起来本来中国大陆 是希望本来一直讲说什么 就是说太平洋够大 融得下美中两国 美中两国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为了世界的福祉来 大家合作多合作 可是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 这个说法现在都已经收起来了 基本上就是 大家就什么 大陆叫一件 有一件有一个 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就亮剑 也就是说既然好话说尽 那么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压 有争无减的话 那就靠实力来应拼了 我想这一次在这个中东的这个 中国大陆展现它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基本上就是像美国这样国际社会亮剑 另外上个月习近平去莫斯科访问 也造成西方社会极大的震撼 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严重失措 因为事实上的话 你展开地图来看的话 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合作的话 这个世界上陆地 大概已经二分之一合在一起了 那对美国来讲 是战略上极大的失误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如果站在美国角度上来看的话 虽然没有到什么 没有叫弃甲异兵的感觉 可是它感觉上美国现在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还有能够听它死患的国家 看起来越来越少 好 越来越少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影响力呢 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密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粘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